这个视频请不要让孩子观看,尤其是后面的视频 人性不能测试,尤其是一个孩子的人性 这个视频的内容是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 假设你只能留下唯一的亲人,你会选择谁? 人们失去亲人,自己是不能选择的 这个测试的问题首先是让孩子主动去选择失去哪一位亲人 这是对孩子存接的心理一个重大拷问 这个测试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对被测试的孩子一定在心理上有个伤害 就像你问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 是爸爸好还是妈妈好,二选一 无论孩子给出怎样的答案,都在扭曲孩子的心理 其次,这个测试的目的是什么? 是让孩子懂得生命的可贵 还是赚取孩子的眼泪,安慰这个变态的人性 人性之恶,怎么能夹在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 这样的测试或者类似的测试,千万不要再做了 请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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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